我看第一集就哭了欸 我覺得是天啊 怎麼那麼可憐 就是眼眶泛淚 它特別寫說是 可能會有好心情的災難劇情片 怎麼可能會有災難片看了會有好心情呢 應該是一部連大叔都無法抵抗的愛情劇吧 本集也會推薦一個 看劇必備的超強項目 哈囉大家好 我是Irene阿叔 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大家幾乎都是宅在家 那宅在家可以做什麼呢 當然就是追劇啦 那今天就要推薦七部 我在Netflix看到的好劇 包含美劇啊 韓劇啊 還有一些電影之類的 一次要分享給你們 那其中還有三部是我爸推薦的喔 如果長期追蹤我的數來報 我應該都知道 就是我爸是一個比我還愛看劇的人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大叔的口味是什麼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說到追劇 怎麼可能沒有超快速的網路呢 本集也會推薦一個 追劇神器喔 那如果你等不及追劇神器的話 可以看資訊欄位會有時間表 你可以去點選 首先第一部是日本影集 生存家族 它其實是2017年上映 然後我覺得它算是偏冷門 不多人知道這部片 當初是被Netflix所吸引 因為它特別寫說是 我想說 怎麼可能會有災難片 看了會有好心情呢 想說試著給它一次機會 沒想到超級的好看 真的爆冷門的耶 是一個小品 劇情大綱就是說 有一天日本的店忽然消失 因為店消失了嘛 所以水呀什麼瓦斯也都沒有辦法用 所以大家就是被迫回到 最原始的生存狀態 住在大都市的主角 就沒有水電 然後他們物資也吃完了 然後想說好 那就回去投靠 娘家好了 外婆家 但是也沒有店 也不能坐飛機 所以他們超好笑 他們就騎腳踏車 從東京一路騎一騎 騎到鹿兒島 然後過程中就是有 非常多的笑話 看完有太多發人形式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很難想像 在這個資訊爆炸 網路爆炸的時代 如果沒有店會怎麼樣 沒有店就代表沒有網路 我們第一個就是覺得 天啊 真的是比世界末日還要可怕耶 在劇裡面 爸爸他就是賺錢 說話就比較大聲 可是因為沒有店之後 他其實根本就不會什麼生存的計較 一家人都要靠媽媽帶領 原本家中地位最低的媽媽 突然就覺得他好有智慧 因為他懂很多最基本的生存技巧 因為現在資訊爆炸 玩手機之類 跟人之間的互動也變得很冷漠 所以這部片也要介著告訴大家要怎麼樣 就是 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螢幕就是 主角一群人騎腳踏車在高速公路上 然後他們那時候真的是快崩困 因為非常熱 又沒有水 又累 不然旁邊就是有一家三口 他們穿單車裝 騎單車這樣騎過去 非常開心 我就想說 欸 是世界末日結束電供應了嗎 沒有 世界末日持續的進行 持續沒有電 因為他們平常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是會騎單車這樣享受生活 所以他們就是也覺得 欸沒有電剛好啊 他們就是很喜歡那種原始的感覺 他們就騎單車 然後後面是拖他們的露營裝備 他們騎累就停在旁邊燒水 因為路邊也有野菜嘛 他們就直接拔來吃 如果要取水的話也是三種取水 因為他們懂得野外生存的各種技巧 所以他們覺得 欸 沒有錢也沒關係啊 沒有電也沒關係啊 他們就是非常地享受大膽的一切 這部影片推薦指數 我給四顆星 我覺得他在疫情底下看格外的有感耶 就是透過沒有電的世界末日 然後帶出一家人怎麼樣冷漠 慢慢地鼓動 然後不斷地就是成長 他們彼此就是更珍惜 家人之間的情感 推薦 再來第二故事韓劇是 《蘆蝶翩翩翩》 這部劇其實是因為那時候我一連串 就是看了一堆網路推薦 但是我覺得 天啊就是 蠻爛的一些細節 超嫩氣 我是在IG發問問網友說 欸有什麼推薦的好戲可以 就是推薦給我 我想就是真的可以 發人心思 然後很有收穫 然後超多人那時候就推薦我這一部 《蘆蝶翩翩翩》 我一看也覺得真是 超好看喔 就馬上推薦我身邊的情騰好友 就請大家真的要去看超級的好看 他是改編同名的網路漫畫 兩個主角是三歲 從足球員半路出家的 芭蕾舞天才 七十幾歲的老爺爺 他其實以前就懷抱著 但是因為過於現實的無奈 他必須要養家 他要放棄芭蕾的夢 一直到七十歲 然後身邊的好朋友 都一個一個離開世上 他就覺得說 欸不行 我一定就是要完成我的夢想 他就去跳芭蕾 藉由七十歲還有二三歲 這兩個人不同的視角去看這個世界 因為人一生就只有一次嘛 我看第一集就哭了耶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那老爺爺演得超級的好 每次他只要一出場 我就覺得天啊 怎麼那麼可憐 覺得眼眶泛淚 因為我就是比較沒有血淚的朋友 他就說 欸我跟你講 我剛剛看也哭了耶 其中我覺得還有算是一個 蠻驚人的哏 但是我在這邊就不破哏啦 你們要自己去看喔 分享一些劇中的金句 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還有上網查 蝴蝶片金句 我就把它複製到我的記事本 就是時時的提醒自己 如果遇到困難的話 該怎麼辦 人沒有所謂完美準備好的時候 就算還不夠好 也先盲目的往前衝吧 我覺得人真的是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也就是只要機會來 你就是抓住機會 而且我覺得人的潛力是無限大 只要相信自己 就真的可以辦得成 這部劇的推薦指數 4.5顆星 看完真的是滿滿的收穫 無論你年齡多大 大家都不要被自己限制住 去勇敢的追夢吧 我們現在先轉換一下悲傷情緒 想問大家追劇 最討厭遇到什麼狀況 除了爆人之外 沒有網路更是讓人受不了吧 所以我現在要來分享 看劇必備的超強網路 就是我桌上這一台 我先把它拔掉一下 大家是不是以為它是裝飾品 沒有 它就是我現在要來介紹的 DECO X55 WiFi 6 Mesh 網狀路由器系統 首先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路由器 那其實跟ADSL數據機是不一樣的東西 簡單來說啊 數據機它其實本身不具備 跟電信局連接的那些功能 比較像是 所以當家中已經有數據機的話 可是還是有些空間 它收訊不是那麼好的話 就非常適合買路由器來使用 雖然是 可是像我們家它雖然是小空間 但因為 像我媽她的房間在最裡面 我們已經有升級的網路頻寬 然後還是沒有用 我媽就超可憐 房間怎麼樣都收不到訊號 所以想要使用DECO X55之後 網路變超順 人生變彩色 就把數據前後比對圖截圖下來 然後等一下分享給你們 它安裝非常簡單 組合裡面會有三個路由器 就這樣 三個 你看外型非常的時尚 算我安裝網也不用藏起來 因為有些數據機真的超級的醜 像我們家數據機就是要藏起來 把它藏到桌子最底下 外型非常的漂亮 白白的 然後小巧的 所以就是我放在桌上也可以當雙飾品 就有三個路由器 然後一條網路線 然後每個路由器都還會有一個電源 這個網路線的連接在這個 其中一台 我把它這樣插上去 然後另一頭 就插到我原本的數據機上面 連接網路之後 這邊插上電源 到著DECO的APP 操作一步一步 連線完成就可以使用了 整個安裝過程大概不到30秒吧 非常的簡單 先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安裝DECO X55之後的 前後的網路訊號 我覺得真的差超誇張的 先來看客廳的好了 因為我們的訊號員就在客廳這邊 所以兩者差距不大 就從原本的350變成384 房間的差距就超級的誇張 31.5變成206耶 進步的快7倍 我媽現在每天在房間用的手機 都用得超級的開心 她以前就是坐在最門口 是這樣打字 我說你在幹嘛 她說房間沒有網路很大收訊 可是其實這樣訊號也沒有很好 有了這台DECO X55的話 就讓我覺得天啊我好孝順喔 就是媽媽用網路用得很開心 我看來也是覺得蠻開心的 而且現在連結除了要除舊步行之外 你們家網路問題應該也要處理一下吧 而且讓家人安心的追劇 他們就不會管你啊 你就可以逃過一些比較可怕你知道 過年問題 長輩對問的 那前面有說到就是DECO X55 它需要靠著一個APP去連接嘛 我覺得它的APP也有超多功能的 它可以保護網路 如果我們不小心點到惡意的網站 它APP就會自動阻止跳出 繼續我們使用這個網路 它有一個功能很酷 我覺得非常適合家長 就是它可以限制孩子的上網時間 比如說 晚上6點到9點 雖然時間是不可以用網路 它只能乖乖寫功課 再來的話它可以設定關鍵字 你只要這樣搜尋 就搜尋不到東西 就非常多功能都很實用 它現在是在好市多的網站上 讀賣 它安裝也非常簡單 前面有提到就是 只要安裝上網路線跟電源線 照著DECO它的APP去操作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煩惱加照網路死角的問題了 它可以覆蓋195屏 然後1到3樓都可以 而且它是可以客製化 你看它就是可以隨便這樣啊 所以你要客製化 擴充都非常的簡單 最多可以串連到10顆的DECO 350台的裝置 同時在線上 保固也有3年 而且還支援 AI智慧漫遊技術 能夠透過分析你家的網路啊 自主學習 並定制每一個家庭的領先規劃 是不是超級的智慧的 那麼多資訊可參考下方 資訊欄位 那接下來就來繼續分享 我們第三部好劇囉 第三部片我覺得大家可能都有看過了 因為那時候就是也是在網路上 吵得非常的紅 名字有點難記我看一下 三人要手蜜兩人得死去 片名非常奇怪 是當初戲《我想要看》的原因之一 它只有短短的六集 劇情非常的緊湊 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想要殺時間的話 很適合看這部片 改編投名的暢銷小說 它的劇情大概剛剛就是 單親媽媽她就是到酒吧去喝酒 認識一個男生 兩人就是喝酒之後 擦點擦槍走火 然後好像暫時喊停 有發生什麼事 昨天那個單親媽媽要去新公司 報到發現 欸 原來酒吧認識的男生 居然是我老闆耶 長期的共識也一點點的曖昧情愫在 可是在這個同時 單親媽媽又認識了這個喪屍的老婆 所以她就是非常罪惡 一邊跟老闆偷來暗去 再又跟老闆老婆發展有異 那三個人這樣相處 單親媽媽就覺得 感覺兩個人都有秘密 不知道該相信是誰 所以她就是要挖掘其中的秘密 然後她的梗都埋得很深 譬如說你看到第三集才想到說 啊 原來第二集 導演就有在提醒我們 暗示我們這樣子 這些每一集的線索 都是為了後面的劇情去鋪陳 那我這個就是不報了耶 不然你們知道結局就不好玩 她結局真的是非常的驚訝 我覺得天哪 為什麼編劇想得到這種結局 雖然有人說有些變態 今天指出是四顆星 我覺得她劇情非常的燒鬧 你真的是怎麼樣想都不會想到結局 很適合打發時間看 她六集一天 半天應該就追完了 就是蠻推薦的去看 再來第四部要推薦的是台劇 未來媽媽 應該非常多女生都看過吧 就這部也是當初一推出 然後就真的每個人都在IG限動 發表了這部戲的看法 劇情大綱是要探討 帶來平均生育率 年齡提高的一些狀況 就是其實有三個主軸 第一個就是 所以她很了解 會面臨到的狀態 但是知道跟你真正面臨到 根本就不一樣的情境嘛 就像是談戀愛 大家說都很會說 可是你真正遇到就是會神仙其中 所以當她發現她真的不孕的時候 她根本就不能接受啊 所以她的這一條主軸就是在講 婚後就跟老公的相處狀況 你生不生這樣子 第二條線是 劉品顏飾演的 單身女強人 她就是遇不到她喜歡的人 到三十多歲的時候 她決定要去動亂 因為她不想要當被選擇的那一個 她要當可以選擇的那一個 第三個是 一個非常乖巧 百依百順 婆婆怎麼樣出處 刁難她 她都覺得沒關係 就是 只要我開心 應該大家都開心 她這一條線就是在 在探討 婆媳問題 這三個就是現代人 應該是現代女性 都會遇到的問題 這部戲有非常多的經驗 不敢奢望妳把我當成女兒 但幫我當成家人 有這麼難嗎 天啊 如果就是妳有剖析問題的人 應該看到這句就馬上 飆累吧 然後婆婆在旁邊很尷尬 還有一句是 演言說的 就是蠻感同身受 男生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的時間表和你們不同 並不代表我不幸福啊 大家應該都很有感觸 尤其過年要到了 又要被親戚問說 什麼時候要結婚了 推薦指數是 4.5顆星 雖然她的切入點是 要一起探討是愛跟接納 所以我們往往看到缺憾 或是缺點很容易 但要接受她卻是非常的難 如果我們真的接受她 放下她 上帝就會開另外一上床 例如說妳不孕 其實不用執著 一定要去生 靈養也很不錯 也可以幫助到其他小孩 最後來推薦一些 大叔的口袋名單 為什麼我要說是大叔呢 因為 是我爸推薦的好看的劇 有在追蹤我的鼠來寶 應該都知道 我爸真的是非常的愛看劇 是我們家的時尚指標 最新的劇 他一定都看過 然後有一次他回到家居然說 欸你們有在看 宋江要推出的新戲嗎 氣象劇的人們 先不要追好了 等他就全部上完 我再一次追 我就覺得 他真的是超時尚 比我還時尚 第一部要推薦的是 德魯那酒店 我爸的點評超好笑 愛因子中很美 他當初看完的時候 就一直在家說 欸你趕快去看德魯那酒店 他真的去中穿好美 場景好華麗 他真的是每天講 大概講了一個月 我受不了就說 好啦好啦我去看 不要再講啦 我看了之後也愛上 因為愛因子在裡面真的是 超級的美 我爸真的是沒有在誇張 他真的就是很美 這部劇的大綱 有一個負責經營酒店的經理 跑去經營的 露娜酒店 是一個 只招待狂者的一個飯店 在裡面跟 鬼魂的經理發生愛情故事 黑色奇幻的浪漫喜劇 感人啊搞笑都有 再來我爸第二部推薦的是 新秘書為何要那樣 欸我爸真的 好像很愛看愛情欸 而且那一陣子超好笑 我爸來看一劇 他都一直傻笑 就覺得 天啊 這是戀愛的感覺嗎 就是他一直看著螢幕在傻笑欸 後來還知道他是在看這部 應該是一部 連大叔都無法抵抗的愛情劇吧 然後他給的點評很爛欸 我說你幹嘛推薦這部戲 他說 金秘書把秘書的職責表演得很棒 請問你們聽到這句話會想看嗎 我覺得超好笑的 劇情大綱就是 撥爾旦他秘書的愛情故事 秘書跟著老闆 近九年了 現在非常完美 不只工作上 然後連老闆的大小行程 都是處理得很好 後來就想要轉換跑道吧 追尋自己的人生 所以他要離職 那時候老闆就崩潰了 他才發現天啊 為了把金秘書留在自己身邊 就說 要不然我們來交往吧 就是一連串的這種愛情故事 大叔狂推的喔 最後一部超紅的 海岸春恰恰恰 那時候也超級的紅欸 這部也是我爸一直看一直傻笑 他點評的是 溫馨小品 紅班長萬人 看凡了勾心鬥角 可以看這部轉換心情 非常震驚的點評 我覺得我爸點評都超好笑的 改編2004的電影 他故事是說 女主角他原本是在 都市開牙醫診所 那是因為一些醫療糾紛 沒有工作 所以想說 那就來海邊的小春落開診所 就在這個小春落 遇到了什麼都會紅班長的 一連串愛情故事 欸 我爸推薦的都是 愛情劇耶 大家如果覺得 爸爸口味很合你們的意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敲碗 我就邀請我爸來分享 就是他更多片單 其實這個影片 我本來是要邀請我爸跟我一起錄 然後他就說 不要啦 又沒人會看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覺得 爸爸的口味還不錯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我也找他一起來錄 以上七部Netflix好劇 你都看過了嗎 你有共鳴嗎 也歡迎推薦我 更多更好看的劇喔 那如果你還在煩惱家中 訊號不好 最劇追的不痛快的話 可以參考我前面介紹的 超強路遊戲 DECOX55 更多資訊的話 請參考資訊欄下方出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